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们都知道美股已经连续上涨12天 那么现在的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那么我们知道在西方各国连续加息已经超过一年之后 最近的舆论和媒体都在纷纷说两个观点 一就是房价有可能随时会跌 因为有大量当时疫情时期固定的贷款利率将会到期 那么届时每月的还款金额将会提高一倍以上 第二点是说到美国也好澳洲也罢 未来陷入经济衰退的几率正在不断加大 甚至说到有超过50%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知道投资界也有一个笑话 它是叫做跟着专家走 是奔驰会变摩托 专家们在2020年当时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说到 房价在两年之内会跌40% 结果却是大涨 专家又说到2022年利息提高之后 房价从2022到2023又会跌20% 现在也是反着走 专家们还说美国和澳洲的经济不太行 可能短期要衰退一下 股市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调 结果在本月美国是出现了连续12天的大涨 那么这一届的专家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借用一句搞笑的话呢 就是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当然那是开玩笑 都不是 毕竟大部分专家我们都知道呢 他在大机构里面其实呢也是吃着是铁饭碗 就算是说错了也不会下岗 所以说呢 对他们来说说对了那是吹牛 完全没有风险 所以可以随便说 当然了 专家我们知道也是会犯错的 那么就连澳洲央行行长 他也出现了误判 那这很正常啊 其实就跟我们投资有的时候会赚 有的时候会亏是一样 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民众 需要尽量做到一点就是监听责民 尽量要多听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那么以及知道这些观点背后 他们的论据和依据 这样呢 可以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断 说回到股市 为什么美股会出现12天的连续上涨呢 首先真正的原因其实谁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大部分呢 大家都是从现在来反推出之前的原因 可能是这个原因 可能是那个原因 但是毫无疑问 连续的上涨 那就意味着市场里面买的人要比卖的人多 这只有一种可能会导致这个现象 就是买的人认为他们在现在买入之后 未来还能涨 还能赚钱 所以才会去买 要不然如果大家都觉得以后会跌 那就是卖的人将会更多 好了 这一点如果能够确认的话 我们再看下一个观点 就是为什么会有现在很多人认为 以后还能涨 难道不是说美国已经加息了这么多次 难道说现在物价已经完全回归正常 没有 难道说现在经济衰退是不太可能了 也不能排除 那么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 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美国的关键数据 来画出一个更大的画面 首先第一点就是最新数据表明 目前美国市场里面超过50%的投票参与者认为 美联储未来加息很有可能只会加一次 很有可能那将会是最后的一次 第二点是最近出台的美国银行业的财报显示 整体表现依然是不错 虽然说银行业也在裁员 但是他们的主要财务数据显示 目前他们从财报上并没有流露出衰退的迹象 所以市场判断他们现在虽然是在裁员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提前的防卫措施 或者说是主动降低成本 第三点 美国最近发布的本地房地产市场数据 继续创出13个月的新高 也就意味着建筑商认为现在继续造房子还能赚钱 所以他们继续在加大造房子的数量 第四点 美国财长耶伦说到 现在美国的招聘需求已经下降 而且随着住房成本和美国汽车价格的一起下降 将会帮助到降低美国的物价 最后一点 也是我们说到的反向投资标杆 美国的高盛银行说到 美国未来12个月进入衰退的可能性 从之前的他们预测25%降低到现在的20% 所以换句话说 虽然现在来看谁也不能说经济就一定不会差 但是各项数据反馈来看 美国的实际情况现在要比大家之前预计的好 当然了 在半年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短期的好于预期的数字 但是由于之后物价再次反弹 导致美联储继续在加息 所以我们这次也不能说一定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们总的来说虽然谁也不知道未来 我们只能从现在手里已经有的那些信息 来猜测和判断一个大概的方向 我们都会把赌注是压在看似胜率比较高的地方 但是市场也是随时准备好要更换方向 那么对于澳洲来说的话 毫无疑问在货币政策上是受到了美元政策影响是最大的 因此如果美国那边各项数据开始改善 那么对于澳洲来说 那无疑也就是一个好消息 也意味着加息有可能即将结束 但是在另一方面 澳洲的出口依然最看重的是中国 虽然中国从今年来看各项数据依然是没有起色 但是从上周末出台的最新政策来说到 包括美国的各大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说到 中国为了维持基本经济增长率 将会不得不在政策上对房地产再次倾斜 所以这些大的宏观政策对于澳洲这个主要出口到中国的资源出口国来说 都会是一些利好的消息 最后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虽然美国和澳洲目前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但是目前美国的数据正在逐步好转 如果这样的趋势可以持续 那么我们未来很快将会看到物价将会回归 而且那个时候一旦美国率先开始停止加息 那么距离澳洲停止加息也不会太远 而这一些不断变好的数据 从另一方面也在刺激着澳洲和美国股市的持续上涨 我们就说一句话 就连牛奶和面包每一年现在都上涨超过7%了 如果股市和牛奶面包一样也是一件商品的话 那么假设这个公司什么都不变 它的股价每年至少也应该保持在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Mike 下期节目再见